国际间交铁来看到今天正式告别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了 国造的地点在东京舞蹈馆举行仪式是一个半小时 在自卫队仪式开始时打响了19个礼炮 同时也演奏起安倍生前最喜欢的曲子《花正在开》 而现场就像是由花海来构筑的富士山 一双安倍召会持着安倍的遗骨走入会场让人闭算 大约20名日本自卫队一队成员整齐排排站 车库门一开黑轿车载着安倍晋三骨灰 最后一次离开东京住家 车队首先通过防卫省正门 自卫队大阵仗迎接行李 40分钟车程抵达日本舞蹈馆 19响礼炮在舞蹈馆内也听得一清二楚 国葬会场聚集了超过4000人 还包括700位国际政要 前方灵堂以安倍最爱的富士山为设计灵感 用花草堆叠山坡形状 最上方则是一张巨型安倍照片 仪式开始不久播放一段八分钟影片 安倍历年演讲金剧全部汇集起来 最特别的是伴奏音乐 就用安倍生前亲自弹奏歌曲花开了 影像和音乐搭配 仿佛安倍晋三就在现场用琴声安慰大家 一双安倍昭会在台下情绪激动 不停拿手帕擦泪 紧接着制吊词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也难掩对安倍晋三的不舍 细数安倍对日本和世界的贡献 安田文雄一讲就是十二分钟 不知场内弥漫哀伤气氛 场外也有许多大人小孩 在国葬前赶来献花 有人在安倍照片前痛哭 还有人带着中华民国国旗前来之意 日本相隔五十五年再度为前首相办国葬 不免被拿来和上一次 也就是1967年吉田茂国葬比较 一样办在日本武道馆 灵堂布置也有大照片和国旗元素 甚至连皇室代表 同样都是派当时第一顺位继承人 55年前由名人出席 安倍这次则是秋小宫文人亲王带队 不过不同国葬花费可是差很大 吉田茂国葬花费1804万日元 1975年最接近国葬规模的左层荣座国名葬 也只用掉1996万日元 但安倍晋三藏里预算竟然高达16.5亿日元 就算考量的通膨差距还是相当惊人 或许因为花费争议被骂 岸田文雄积极把握吊艳外交 从今年安倍话题切入再带到政治外交 岸田文雄马拉松市会见各国领袖 也包括澳洲总理爱班尼斯 与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不过G7其他六国领袖 没有一个到日本参加国葬 也让日本人民对岸田文雄调咽外交的成果 打上一个大打问号 而武道馆外有大批的民众在场外 哀悼安倍晋三 但是也有不少日本的国民 其实不谅解岸田的内阁 在未经允许之下 没有经过民主的程序 就动用了税金替安倍晋三的国葬买单 甚至批评这样的举动 是不是要神格化了安倍 不过安田文雄却提出了四大理由 强力的捍卫举办国葬的正当性 详情交给自身记者张允熙 日本是在今天为前首相安倍晋三举行国葬 总共有218个国家和地区派代表来出席 这次的国葬出估花费是达到16亿日元 其实在日本的民间有一些反对的声音 原因之一 其实是因为日本在二战之后 已经废除国葬令了 是由内阁针对有功者的生前攻击 来做判断是不是要为他举行国葬 而这也是日本在二战之后第二次 举行首相的国葬 上一次是1976年当时 为首相吉田茂来举行国葬 这一次其实安田文雄 在安倍遇刺之后 他就很快提出来了 要为安倍晋三举行国葬 接着是由内阁会议通过的 并没有经过国会的审议 其实安田文雄有四大依据 第一个是安倍晋三是日本任期最长的首相 长达八年又八个月 另外安倍晋三在东日本大地震之后 他为复苏经济还有日美战略外交 他都做出相当大的贡献 另外国际社会是在安倍晋三遇刺之后 都纷纷表达哀悼 最后其实安倍是在选举期间遭到抢击的 不过安倍晋三的国葬争议 还有邀请函之乱 原来日本政府向六千名的国内外政要 发出了邀请函 但是回复的截止日期却是错误的 连非政界的公众都收到了 似乎不够严谨 不过最后回复的只有四千三百多人 到场的却只有三千六百多人 所以因此也掀起了争议 怎么出席率只有六成 而首相安田文琼 期盼的国葬外交也落空 约居七七大工业国的元首都没出席 民调也显示 负面的观感持续的上升 就在悼念已故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 国葬仪式开始前 场外是这个场面 反对国葬四个大字延接飞舞 反对声音这几个月来 不断在日本社会中回荡发酵 像是竞选造势般的街头游说 为什么每次都能吸引数百至上千人 日本TBS电视台直接接访民众 发现多数人反对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耗费16亿日元的惊人支出 这么庞大的花费用在哪里 很大一部分是维安 连下水道口都打开来一一检查 武道馆旁边的皇居护城河还要潜水勘察 周边同步封锁交管 包含禁国通千鸟园绿道 千代田区的交通要道 平面道路封锁至当地七点 高速公路封锁至当地五点 总计出动了两万名警力为安 高规格程度是近年少见 一方面是不想重演过去错误 1975年日本前首相左腾荣做的丧礼上 就有抗议民众闯入 追打当时的首相三目五夫 再加上安倍是遇刺丧命 这回国葬更该严防意外 光是维安就花了八亿日币 除了花费以外 还有一点就是安倍晋三 是否对日本有特殊贡献 重要到足以获得国葬待遇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接受国会直询的时候 列出了四大依据 第一是安倍在位八年八个月 是在位醉酒的首相 第二是他在311大地震后 为经济拼复苏 强化了美日之间的战略外交 第三是其他国家纷纷举国哀悼 第四是安倍是在为民主选举 奔走期间遭到枪击 但是就连岸田本人也承认 这些理由并不充分 这段期间在野势力批评不断 连带的让岸田文雄的支持度 也走下坡 而根据TBS另一份民调 调查案被国葬在各年龄层的支持度 最为反对的是在60岁以上的民众 有59%反对 而最支持国葬的 居然是若在18到29岁之间的年轻人 有56%的受访者支持 不过仔细听年轻人支持的原因 似乎多半是凭印象 对安倍的具体政绩并不了解 但是安倍的自家党员是绝对立体 一场国葬引发正反辩论 国葬过后留下的是依旧分裂的日本 TBS新闻总和报道 请支持T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